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华民国大力协助海地震灾重建计划之一的最高法院13号举行动土典礼 马总统受邀亲自出席并表示希望继续推动和海地的合作计划 前往海地前 马总统在纽约短暂停留和侨胞相见欢 洪仲秋案 广大兴28号渔船案等国内火热话题 总统都借机在桥宴上说明 也不忘和侨胞分享台湾的国际关系进展 马总统这次出访首度过境纽约 传出被美方降等待遇仪式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作出回应 既停留紐約海地後 馬總統隨即轉往巴拉圭 參加此行重統系 八國新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 親自表達祝賀